歡迎來到《災難時光》會客室 《災難時光》會客室是由公視新聞議題中心 我們希望透過這個節目能夠讓大家去了解到台灣社會的一些議題 而且在社會運動或在抗爭的過程當中 我們也可以看到背後更重要的一些議題跟故事 今天跟大家邀請到的這樣的一個談的題目 是在談台灣醫療勞動的問題 今天跟大家邀請到來賓是醫師勞動條件改革小組的執行委員陳亮甫 一起來跟我們的聽眾朋友來聊整個台灣的醫療環境的問題 亮甫您好 你好 官老師您好 還有各位線上的朋友大家好 我想也許先請你跟我們介紹一下這樣的一個組織 因為這個名稱叫做醫師勞動條件改革小組 我想有些人可能會覺得說醫生就是醫生 那很多人不太容易把醫生跟所謂的勞動或是醫生跟工人這個概念 去連結在一起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一個組織呢 為什麼會有這樣一個組織 以及你們都在做一些什麼樣的工作呢 其實在三年前那時候有一件當時蠻鬧的蠻大的一個就是陳大力位實習醫師 讓他在值班之後然後被發現過勞死這樣子一個案例 那當時呢其實在醫界給大家還蠻大的一個震撼 因為其實過勞在醫師之間尤其是基層的醫師之間 他算是一個蠻普遍的一個狀態 或者是說這樣子的一個長時間然後高強度的一個勞動 那當時那一年的五一勞動節遊行 我們就有幾位醫學生我們就一起走上街頭 那其實當然除了比較認識的幾個人之外 那也獲得其他一些朋友的響應 對來自於其他醫學系的 可能未來要成為醫生這一切朋友的一些支持 那所以在他之後我們決定要成立這樣子一個 醫師勞動條件改革小組 那我們的目標其實就是希望可以在 在一個醫師的更落實法規保 醫師的勞動權益更落實法規保上的一個狀態下 然後去推動醫師人員的一個勞動的改革 嗯嗯 這樣聽起來其實就讓我們剛剛談到 其實台灣的這個醫生的問題其實特別的多 當然這個不只是醫生 包括護士我們也常常看到很多的問題 不過最近這幾年常常我們可以看到很多的媒體的專題 或者是很多人會提到說 台灣的這個醫療體系已經完全崩壞了 或者是已經面臨到非常嚴重的崩壞的問題 這個指的是什麼 台灣的目前的醫療體系 那或者是包括整個醫師的這個勞動條件 它面臨到什麼樣的問題 其實我覺得會一直講到崩壞 或者是說就是這個勞動上面的一個狀態 其實比較可能比較指的是說在台灣 因為醫師的勞動環境實在是實在是太差了 那一方面是說我們要承擔 我們要做的工作很多 那方面薪水或是其他待遇方面 可能又不盡理想 那這個不盡理想可能比較是說 我們的鄰國或者是比如說中國大陸 或者是其他東南亞國家 那他們會願意付給醫師的這個薪水其實是高過於台灣這邊醫生的一般的待遇 所以其實會有很多的就是人力的這個人力外流的狀態 那所以也是使得本國的這些醫生的話 剩下來沒有出去的這些醫生 那大家是當然就是承擔著這個越來越差的這個醫療勞動環境 然後去面臨到越來越多一個過勞 或者是一個就是其他勞動的一個狀態 你剛特別談到薪水 對大部分的人來講說醫生其實就是一個非常薪水很高的這個行業 所以我相信很多人去讀學院 一部分是為了這個所謂的救世紀人 當然一部分也是考量到這個薪水相對之下 台灣的大部分的這種所謂的產業來講 或者其他產業來講它都是比較高的 那我覺得我們就不太懂 因為台灣的薪水到底是一個國際的確 相對於其他國家包括你剛剛談到的中國或是其他的國家 與此為何有一個所謂的工作上面的薪資待遇有什麼樣的差別嗎 其實講到這個東西我覺得它其實可以說是 就是我們在談醫療問題的時候一個蠻 和民眾之間我覺得還需要很多努力去迷平的地方 就是在於就是說到底什麼樣的合理 什麼樣的待遇或者是薪資才是合理的這樣子一個問題 一般民眾他們可能很多人都會覺得 應該這樣說就是對於很多的醫生來說 大家會覺得我們念了七年的 七年的一個在學校一類的訓練 然後出來之後還要當三年甚至到七八年都有的專科醫師訓練 那之後才真的是變成一個組織醫師 那非常很多 那其實這前面這段訓練的過程是很漫長 而且是辛苦的 對那所以當然醫生就很 一旦醫生會覺得對自己的薪資收入或待遇的一個期待會比較高 但是同樣的時間其實對於一般民眾來說 可能就會覺得其實真的覺得醫生都已經領到一個很高的一個薪水 那所以也會使得他們對於比如說醫生的勞動條件的一些惡化 或者是一些醫生的發生的死災 或者是醫生的一些操場公司的一個狀態 他們就沒有那麼的敏感 或者他們就不會那麼的去在意 對因為他們就覺得其實我們薪水都已經領得蠻高的 對那其實在台灣的話 因為其實醫生並不是用勞基法 所以比如說以在實習醫生來說 那我們一個月 其實台灣的實習醫生是沒有薪水的 實習醫生我指的是醫學系大期這一年的實習醫生 實習醫生是沒有薪水的 你是說在醫院看到跟在組織醫師或者其他醫師旁邊的這些實習醫生他是沒有薪水的嗎 還是醫學生的這些實習醫學生他們是沒有薪水的 那他們可能會現在會發給他們每個月幾千 一萬出頭的這樣子一個生活的經驗 對那其實不算是薪水 那實習醫生再上去我們說是PGY或者是住院醫師 然後再上去才是主治醫師 那其實以住院醫師來說的話 那其實他一個月或者說一個禮拜其實都收不到幾天 因為工時是超過其他人的 然後那一個月能領的薪水也可能就是七八萬這樣 那到主治的話其實在各醫院Variation又很大 公立醫院尤其更低 對那其實 那你說為什麼會有那麼多醫生跑到國外去 因為他們待遇或什麼比較好嗎 因為其實比如說像是中國大部那邊的醫院在挖繳我們的這邊醫生過去的話 他們都是用五倍的薪水在挖繳人 五倍 對就是說比如說我們在這邊主治醫師 如果說你一個月可以領二十萬新台幣 在這邊我們的薪水是這樣 那到過去那邊直接變成二十萬人民幣 所以其實對很多醫生來說這會是一個很大的優異 他光是利用 他光是利用週末時間到那個地方搭飛機過去監製或動手術 他其實算了就比在台灣這邊工作的薪水還要再更高 嗯嗯嗯 所以在這個我們可以看到是在比較之下 當然有這樣的一個誘因或是有這麼高的薪水 很多人會離開台灣去其他國家工作 其實我們大概都可以了解啦 就是說這個當然反而會去尋求一些更好的一個生活環境 或是更好的勞動條件 我覺得這都是一個比較 某種程度算都是一個正常的狀況 那可是回到這個台灣的情況 這些醫生走了 那難道這個人力上面是沒有辦法補足的嗎 例如說我們好像還有很多醫學院畢業的學生嘛 那這一學院畢業的學生難道沒有辦法補足這樣的一個空缺 或者是說因為沒有辦法補足 使得我們的這個醫生的工作環境 或是勞動條件他是更糟的呢 因為其實狀況是這樣子 就是一方面我們的醫生的這個人數在慢慢變多 但是其實我們的國民所需要的醫療的這個服務量也在變多 那這是一回事 那第二個是說其實剛才講那個人力不足的那個狀況 他不能夠用一個整體平均的狀況來看 而是他可能要用比如說區域之間的不同 比如說大城市和一般的和鄉村 他的那個醫療資源 他所有可以享受到的人力資源可能就不同 那不同的專科是間科也不一樣 例如說有一些專科比如說嘉義科 例如或者是皮膚科 那這一些科別他可能就比較熱門 比較多人想去 但是現在在台灣很多的專科 很多的專科其實是越來越找不到 就是願意投入這領域的住院醫師 例如說內科外科然後婦產科這些科別 所以其實人力不均的狀態尤其是發生在剛才我講到的這個特定的科別上 那至於以整個整體狀況來講的話 我覺得或許這個人力整體失衡還沒有那麼嚴重 但是只要你如果說你有能力的話 你當然會想要挑選一個訓練沒有那麼的辛苦 然後勞動環境沒有那麼差的這樣子一個科別 那像是剛才講到的比如說婦產科或者是外科 那這三個科別為什麼他的導工條件會越來越差 其實一方面是說 就是說在台灣的這個給付制度之下 那其實他們做的很辛苦 但是未必能夠擁有就是拿到就是相應的這樣子一個 他們所理想的一個待遇 那另外一方面則是說在這些科別他其實有更他其實非常 其實很容易就是牽扯到一些醫療糾紛的問題 那其實是因為就是醫療這個東西本來就不是一個百分之百有把握 然後一定可以成功或者是一定可以治癒的磨機的一個狀態 那在這些我剛才講到這些科別尤其它是外科、婦產科這些東西 其實那個風險可能是更高的 那即使是醫生盡力救治之後 他可能都還是會面臨到一個不低的一個醫療風險 但是在台灣現在的環境之下 就是這個整體醫病性認知低落一個狀態下 其實這些醫療糾紛什麼的在這些特定科別尤其會更大 那也使得他們勞動的條件其實是就是使得他們勞動的這個滿意度其實是很低的 所以我們剛剛談到的一個包括像這個 譬如說醫療人員的流動國外有比較更高的薪資 所以我們這個醫生他其實到另外一個就是談到這個資源分托上面不均的問題 剛剛特別談到說因為這個醫療風險的問題 或者是這個整個培訓過程的這種所謂的新竹節度的差別 所以或者是醫療糾紛的問題 所以像包括剛剛談到可能像醫美啊 或者是其他的差異科他人數就會比較多人願意去做 所以他內科跟內科外科跟像科技研究會有的問題 可是像之前有這樣的一個差距嗎 就是例如說好了就是我們知道量府也是從嘉義到台北去讀書 那如果在台北跟嘉義這樣兩個地方 他的醫療資源上面的差異很不同嗎 或者是他們在勞動條件的那種所謂的緊張的程度 或者是那個壓迫的程度有什麼問題嗎 其實像是以我覺得那個差別不至於有那麼的 那麼的以整體中來講的話 像是比如說嘉義市其實它醫療中心它有兩三間的醫療中心 然後它診所密度其實是非常高的 像以嘉義市來說其實是這樣子 但是以嘉義縣來說的話就相對的就是 雖然我們也有像是長庚大林慈濟這些醫療中心 但是我們的因為在更多地方它的區域發展是不足的 所以在某一些鄉鎮其實它醫療資源會尤其會更缺乏 那其實我覺得真正的會影響到勞動條件的這個問題 比較是在醫院的規模的這個上面 有些如果是大醫院的話那他比較有錢 他比較有這個他比較有他比較有錢 然後他比較有資源可以去補足人力 那他可能就不會有這麼多過勞或者是要超長工作這樣一個狀態 但是如果是在某些區域醫院的話有可能甚至連主治醫師都要跳下來幾半 那在那種情況下其實一般的就是住院醫師等級的就更不用說 所以我覺得其實這個差別可能主要是在這個這裡 的確是像包括剛剛尿佛提到的整個醫療醫院的規模 或是整體背後醫療制度的問題 那其實我自己也接觸到一些醫生 其實我某種程度上我都會覺得先人醫生很怕他的工作不是完全的制裁 在醫病這件事情上面 其實包括很多大學醫學裡頭的不管是醫院裡面 他開始有各式各樣的評估 他可能要去寫paper可能要去做很多的文書報告等等 這恐怕也是一個更加他勞動的負擔的這個部分 我們先休息一下我們待會再回到我們的現場再跟亮佛來談說 除了這個所謂的整體的資源的移動之外 他的相關的工作是不是跟過去比較起來也是更為嚴峻 他要做的事情其實是更多的 我們先休息一下 歡迎再次回到燦爛時光 我是節目主持人 管中翔燦爛時光 惠客是由燦爛時光公司新聞議題中心 還有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 聯合直播的視訊跟音訊的節目 你可以在每個禮拜天晚上的九點半 在公司新聞議題中心 平安的網站可以看到我們節目的直播 之後你可以在公庫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的網站上面 看到我們的這個所謂的現場訪談的影音的這個紀錄 我們今天在節目當中要來跟他談一個 我想對每一個人來講都是一個非常重要 但是我們未必會去理解或是感受到的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就是醫生跟護士整體醫療人員的 這個勞動條件的問題 就是我們假設這個醫生是一個服務業好了 但是其實我們很難想像我們的如果醫生 這個所謂的服務業他沒有一個很好的工作環境 就是說他可能連續的20幾個小時都沒有休息 然後他要來幫你打針或者看診 我自己想起來都覺得是一個很恐怖的事情 所以沒有一個好的這個勞動條件 他就不會有一個專業的這個服務 或是專業的表現 其實節目當中跟大家談 邀請到的是醫師勞動條件改革小組的執行委員陳亮甫 你跟我們談這個談談 亮甫 您好 我們剛剛有談到說其實現在很多醫生 某種程度上面我把他掛號起來叫不務正義 因為他除了一般的這個所謂的醫療 要進行的這個問診 或者是其他的工作之外 其實我發現很多的醫學院 醫學醫院裡面他其實都有很多的評鑑 這個評鑑也會跟他能不能拿到相關的補助 是有關係 我不知道是不是也是一個台灣的醫生或是 醫護人員的勞動條件受到擠壓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呢 其實如果說老師在談到的是這個 以前的醫生跟現在醫生之間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那現在是不是多了一些什麼樣的因素讓 然後台灣就變得更差 我覺得其實的確是有的 那像是老師剛才提到的這個評鑑或者是這一種 其實一年可能兩三度 然後要為了某種考核 然後去做出表面功夫的這樣一個這樣一個事 他可能是他可能是一點 那另外我覺得例如現在很多的現在醫院其實都會要求就是 都會要求要就是完成非常多的一個 paper work 我覺得其實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那其實那些 paper work 還是比如說一些保險申報或者是一些就是病歷的書寫或者是怎樣這些東西 他其實他是非常麻煩的 那但是他算是細 他算是比較小的 但是卻又重要一些工作 而他因為他很麻煩 所以這在醫界其實大家普遍的一個習慣就是 上面的人把不想做的事情往下面丟 交由下面去丟到直到他沒有辦法再往下丟位置 所以越是麻煩越是這些就是 雜就是非常的雜細的這些工作 他越會跑到這些基層的醫師的醫生 我現在講的基層比較是例如說在醫院裡面 然後要去照顧病人這些實習醫生或者是住院醫生 那我覺得其實這是跟以往比較起來 相對來說現在的醫護人員會更加的辛苦 會更加的去左支右支 你除了照顧病人工作之外 你還要就是去處理這些非醫療相關的但是細索的事情 那我們其實跟不少的就是醫院裡面的這一些 追醫師或實習醫生有談過 那大家都覺得其實這個東西會是現在的一個環境 就是現在的一個制度下 大家覺得愛手愛腳或者是大家其實普遍來說 覺得是更加增加負擔的一個原因 但是現在這樣一個凡事要求 就是民文紀錄或是制度化這樣一個時代 我們又很難去撇棄掉這些其實是 就是這些是民文紀錄的一些東西 所以我覺得其實終究來說還是讓太少的人力去承擔太多的工作這樣子一個問題 我想這個問題其實是非常非常龐雜 就是這麼細索的事情其實都會影響到或是干預到整個醫療的這個進行跟醫療的品質 我想也許量府可以幫我們整理一下在整個台灣的 雖然我們剛剛談了很多的這個原因很多的因素 整個台灣醫療條件的這個所謂的惡化 療動條件的這個惡化 它其實根本的結構性的因素是什麼 我覺得其實在台灣現在的這個醫療的問題有三個主要是最重大的一個原因 那第一個我會覺得就是就是醫護普遍過勞的一個問題 那我覺得其實過勞的這樣的東西 它其實反映著在醫院的這個績效主義 或者是要在降低成本的這一件事情上 然後他們就是只願意以比較少的錢去聘請 比較少人力 所以使得這些人其實他們要去承擔更多工作這樣一個狀態 那但是他們又不會有心去把 就不會有心去改善他們既有的勞動環境 所以這就形成一個惡性循環 不斷的有護理人員出走 不斷的有醫師在某些特定的科別待不下去 所以這個所以就造成就是說他們既有那個勞動條件越來越惡化 但也不會有下面的人想要加入新的這個產業去 協助去改善它裡面的人力狀況 那我覺得就這種就是要壓低成本的這樣一個 其實這樣一個一個這樣某種就是做生意的方式 其實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那第二個則是說我覺得在台灣的話 很多醫生他會覺得就是健保這東西是造成大家的 就是醫護的這樣子 就是一個會造成一個大收入的待遇下降的原因 那我覺得其實一方面是說因為健保他這樣一個規定 所以他的很他其實他去很大程度上去干涉 或者是去改變了醫生在行醫上面的一些原本是屬於專業自主這樣子的判斷 因為像因為健保的規定 所以我們越來越多的事情是必須依循著某種guide line 或者是一些規則 那這個東西會造成我們在專業判斷上面 IsoI者 那另外一方面則是說健保他受限於他的總額 或者是尤其像是現在一直在講的DRG這些問題 他其實某種程度上是限制的 讓醫生不再有像以前那樣子就是全部自費要的那一種 就是可以賺取非常多錢的那種狀況 對但是臺灣醫生那其實所以其實跟以前比較起來其實現在臺灣醫生能賺錢 但的確是比較少 那至於這個比較少到底有沒有少到一個無法接受的程度 那我覺得這個其實是一個需要想思考的問題 那其實我覺得像現在健保局或者是現在健保制度裡面的很多要壓低成本 或者是一些這邊限制一塊這邊限制一塊這些規定 其實某程度上他的目的是要去避免醫院或者是醫師從中牟利去賺取一些他 所以他不應該獲得的一些健保或是醫療費用 某程度上他是在替民眾守護這樣子一個大家的共同的資產 但是事實上這這樣對很多其實是沒有那麼沒有想要從中牟利或者是其實是對一些刑事正派這些醫院或醫師來說 其實這樣是相對這樣是不公平的 因為為了要去防止舞弊 所以去把那個規則如果說把他定得非常的嚴格的話 那也會使得就是這一些其實是正派這些醫師 那他們在工作上也受到很多的限制 對比如說他們就沒有辦法用 他們就會考量到一個成本的一個問題 然後就沒有辦法拿出就沒有辦法使用最符合他們能力 或者是符合他們專業判斷的這樣子一個醫療方式去救出一個病人 對那我覺得這其實是 我覺得其實健保他的出發點是好 就是說一個就是全民共同來去承擔某些健康風險 然後也讓醫療真的成為一種公共服務這件事情 我覺得這個方向是好 但是目前台灣的健保制度 他裡面還是有太多績效主義或者是成本效益考量 然後要去無限就是要去不斷去限縮成本這樣的問題發生 那這個東西會讓這一個 你當時完善的這樣子一個社會主義的機器 其實會讓他越來越靠向那個資本 或者是更多管理色彩的一個方向 對那也沒有辦法真的是去讓這支中醫療專業性可以發揮 第三個則是我覺得 現在台灣就是醫病之間的這個信任其實是很低落 那其實我覺得這個問題有點扣回到我剛才講 到底什麼樣的薪水對於一個醫生來說是合理的 這個東西在醫生的眼裡跟民眾的眼裡其實一定是相差是很大的 沒錯 那就是一般因為其實在這十幾二十年來 台灣人民整體的薪資水準不爭反降 那在這個時候如果說 所以很多很多其實我們就遇過很多的會有的民眾 那他們在到底醫生的收入應該是多少算是合理 在一個情況下會有一些論辯 那甚至還有一些民眾他們會認為就是說 醫生都賺很多錢 那所以這些醫生應該每個月再拿出多少薪水來幫助沒有錢看病的民眾看病 那其實我覺得民眾的想法是很單純的 就覺得說醫生好 就是大家對醫生的觀念還是停留在過往那一種就是 薪資水準非常高然後待遇非常好的狀態 但是這可能沒有去考量到一個就是說 就是其實他們對我們的期待是 他們對我們的期待是你們都已經領到這麼多薪水了 所以你們應該做付出更多你們應該去承擔更多 那實際上我們領到這個薪水可能是不符合我們 先前那一些投資和那一些付出的 那在這個狀況之下 其實很多醫生所做的事情病患沒有辦法量解 或者是病患會用更嚴格的角度來看你這個醫生做的 在他身上做的事情是不是有想到從他身上占便宜這樣一個嫌疑 那這東西也就引申了很多的醫療糾紛或者是一些 就是醫病之間一些不信任這樣子的問題 那其實像是醫療糾紛這個東西 那當然在醫界大家聽的是聞之色變 那其實今天很多 其實今天大部分的 我相信大部分的病人都還是對醫生是尊重的 然後病人是體恤他們的辛苦的 但是也有在這次中也有一些病人會特別愛去告醫生 把醫院當作是某種提款機 然後從醫療訴訟當中去牟利 而這個問題他會被無限制的放大 然後就變成是說醫生那一方跟病人這一方 兩方各說各話 每一邊都覺得自己才是受到最大委屈的人 所以我覺得其實在這個問題下 他一方面是他要現在醫生在看病人的時候都變得非常的 就是覺得好像卓之右術這樣 那另一方面就是說 其實這也讓我剛才前面講到的很多 比如說健保的問題 或者是醫院裡面的這一些 經營管理的這些問題 其實變得更難解決 因為民眾不懂 那兩邊的對話沒有辦法發生的時候 他就沒有辦法在一個政治上去產生一個具體的影響力 我想這是很重要 一方面是來自於我們對於所謂彼此的這種期待 或是認知上面其實有一些落差 另外一個部分我覺得 如果從一個勞動的角度來看的話 這讓我們不太能夠去理解 這個如果我們只看到是一個商品 就是說我今天服務滿意不滿意等等 我看到那個背後整個的勞動的問題 或是體制的問題 民眾會有這樣的一種反應或是甚至這種反彈 我覺得不是只有一個私人的因素 恐怕還有更大是對整個環境上面的一些 理解有限一個更大的一個所做出來的回應 那我最後一個問題想要請教亮府就是說 既然面到了這些問題 那的確我們剛剛勞動的條件的問題這麼的糟 背後又是非常盤根 複雜錯節這種複雜的因素 那可以怎麼辦 從一個醫生的角度來講 或是一般的民眾他可以怎麼樣去協助 或是參與這樣的一種改善呢 我覺得其實如果說就醫生來講的話 那重點就是和一般勞工一樣 如果說勞工想要去改善勞動條件的話 重點當然是去團結 然後去爭取就是共同的協商權 那不管是對醫生的協商 或者是對於給付單位也就是健保這樣一個東西的協商 如果說大家認為眼前這一個給付的方式是不合理的 或者是大家對於現在醫生醫院支付給醫生的這樣的薪水 其實大家如果覺得是不合理的話 那就應該在這方面是去團結起來組織工會 或者是用其他一些方式去爭取勞動權益 但我覺得其實對於我們來說會覺得 對我們我們會很希望民眾在我們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民眾可以更多一些理解 那或者是說在一個醫病關係的表現上面 可以對我們有更多的信任 因為我覺得其實這個東西就是說 大部分的醫生大家真的都是為了病人好 那大家也許會抱怨自己的待遇 大家也可能會抱怨自己的工作的loading 但實際上大家都還是在一個 就是期待病人可以好好的 就是其他病人可以健康 並且他也願意花自己全心去為病人移植 這樣子的前提下 那我覺得其實在這種狀況下 雙方信任提升了 那才有辦法再去談更多進取性的一些組織 那像是我們醫療消息 其實現在我們在比較在主打一個議題是 我們希望醫師可以就是 納入勞基法這個事情 我覺得其實 那麼不是說納入勞基法之後 就是很多的勞動問題就可以獲得解決 台灣還是常有勞基爭議 其他的一些已經納入勞基法的這些職業類別 他們還是常有一些勞動上面的問題 但是我覺得這算是一個開始 如果說我們可以先從納入勞基法開始 然後讓大家或者是讓整個社會更可認到 醫師作為一種勞工的一個身份 那再去談就是其他更多的勞動權的這樣一個保障 那我覺得其實這個方向是我們比較期待 就是我覺得其實像是老師剛才講到就是說 一個有就是有一個健全的一個勞動環境 他才有辦法有辦法去提供 就是比較合理或者是健康的一個服務 那我覺得其實這個問題在醫生身上尤其是 尤其是非常的貼切 因為其實現在台灣很多醫生 那大家常常要延續工作36個小時 中間可能都沒有辦法睡覺 這個是很常見 對那像是因為我們要值班 那如果說值班隔天又再繼續上班的話 那是其實30幾個小時 這種連續工作時間是非常常見 其實有很多研究其實都指出來就是說 這種連續工時或者是睡眠剝奪的狀況 其實是會對醫生本身的健康 甚至是對他的判斷力 他的專注力 他的記憶力 還有他的在醫療上面的一些發生錯誤的一些情形 其實是會有影響 因為沒有睡覺 然後工作時間越久 他們在執行醫療業務的時候 出現失誤的一個機會就越高 這個都有很多實證研究是做出來的 所以我覺得其實也希望民眾可以去提供到這一件事情 就是說一方面是很多醫生其實他在你面前 他可能沒有那麼的服務沒有那麼的殷勤周到 或者是語氣沒有那麼的溫和那麼的和善 其實一部分原因是因為大家真的都很累 那另外一方面也是說我們期待民眾可以在醫療的問題上 更去跟我們站在一起去協助我們去倡議去教導機法 或者是去對政府的一些勞動制度上面一些呼籲 其實都是希望可以大家共同體驗到說 其實我們是在同一條船上 醫生要健康醫生要合理的勞動條件 那才有可能給病人一個合理的一個照顧 我覺得其實這我覺得會是未來一個方向 但是現在最嚴重的問題應該都還是說 醫病之間的這樣一個溝通或者是創下一個互動 互相體驗互相理解這個東西要怎麼發生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漫長的路 我想回到醫生的本身回到一個勞工的角度來看待自己 看待自己的專業或是看待自己的工作環境其實是非常重要 另外就像剛剛提到說 作為一個病人或是一般的民眾或甚至所謂的消費者好了 我們怎麼去看待一個所謂的服務的背後 更複雜的這種所勞工的勞動的關係 或是整個的制度所造成所謂服務上面 專業服務上面的一些缺失 我覺得也是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問題 就像我們節目常常在講的是 一個沒有好的勞動條件 他就不會有很好的專業的表現 也不會有很好的專業的服務 謝謝亮福 謝謝亮福 那以上我們節目的分享 那我們希望以後有機會再跟亮福來談相關的話題 謝謝亮福 謝謝 謝謝 天空的眼淚 洗過了世界 愛來不及發現 曾在手中的幸福消失不見 心中的黑暗 掩蓋了希望 忘記要相信 生命的動力